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聊聊人人都去过迪士尼 可是你知道吗 迪士尼他为什么可以历久不衰 为什么大人小孩都通吃呢 有人好幸福 他去参加了迪士尼的 像那种迪士尼粉的一个 全世界的博览会 所以他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欢迎一下我们幸运的 远见杂志主编谢明玉 明玉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说你好幸运哦 竟然可以去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博览会了 你去过迪士尼吧 是的 这一次之外 之前也有去过香港的 日本的都有去过 你最喜欢迪士尼的什么部分 最喜欢的其实是他的气氛 就是你一进去以后 气氛 对 那个氛围就觉得 哇在那边什么真的是 什么魔法都有可能 真的真的 我觉得你讲对是那种氛围 然后像我去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刻 你知道连在路上捡垃圾的人 他捡到垃圾他都还对你一笑 然后就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他捡到垃圾是这样很欢乐的耶 是的 我去美国迪士尼的 加州迪士尼的时候 是连捡垃圾的人 捡一捡一捡一捡 看到观众正在路过的时候 他会起来跳一支舞给大家看 对我笑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就是到里面都是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小孩子当然很喜欢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那我是最喜欢看他们最后的那个游行 是的 在美国的话 他们游行也做得非常的精彩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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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一次去看到他们的一个博览会会更惊讶 听说台港只有少数媒体可以去 是的 台港这一次只有四家媒体可以去 然后台湾其实只有两家媒体 那远见就很幸运 可以刚好被受邀去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那这一次去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迪士尼工作的人 应该都很幸运吧 都很开心吧 都很无忧无虑吧 他们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们是表演的非常的彻底跟专业 你表演干嘛加强制 因为我这次去加州迪士尼的时候 刚好碰到他们那边有一位主管 是台湾出身的 然后他告诉我 我就问他说 哇 在迪士尼工作真的看起来好幸福 开心啊 对 然后说如果台湾人想要来迪士尼工作的话 有什么方法或条件吗 他就说你要吃苦耐劳 跟我想的不一样 是 因为他们说 其实迪士尼为了呈现出那么完美的氛围 所以其实他们的 不管是训练要求 或所有的表演表现 都非常严格的规范 规则跟事前训练 才能呈现 哇 他一进去就进入另外一个魔法世界的感觉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算在扫垃圾或捡垃圾 都还要跳个舞 对不对 对你微笑一下 是 他们那个微笑是随时随地都不能 掉下来的 对 对 你知道吗 我有那个小孩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带他们去玩 孩子在哭 他们也会逗孩子耶 是的 他们非常的专业 像我这次有看到 在美国加州有新开的星际大战园区 然后又有看到黑武士 然后当你想要跑过去跟黑武士合照的时候 他是甩都不甩你的 一副超高傲的样子 完全就是电影里面黑武士的模样 他还会叫小兵把挡路的观众打排挤开来 让他把路让出来 就觉得天哪 真的就是黑武士 如果他这时候突然转身很轻易跟你笑 跟你对 他就不是了 所以才说他们的服务是非常的专业 才能创造那个 哇 你好像就真的进入那个 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气氛 他为什么能够辱获这么多人的心 其实你说他96年来不断的在创新跟在演变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的 迪士尼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有印象 就是可能在比较可能20年前的时候 曾经有一波动画非常流行的时候 可是后来好像有一阵他比较沉寂了 然后后来这几年他又复兴回来 那其实很多人就来分析说 为什么迪士尼能够历久不衰的原因 其实后来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 其实迪士尼对于这种IP就是智慧财产权 或动画角色的经营其实是非常厉害 跟有一套的 像是他们有一个最厉害的 就是故事的宇宙化这件事情 被认为是这几年做的最成功的一家影视公司 所谓故事宇宙化这件事情是 很多我们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 可能我们因为一部电影而喜欢了他的主角 可是这件事情可能 所以这部电影的热度消退之后 可能就渐渐的结束了 在台湾有很常常发生 可能就像是一部流行的连续剧 那可能当红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的热烈讨论 可可能下档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或者是久了也被人家遗忘了 对 可是迪士尼非常聪明的会 把不同的故事主角串联在一起 对 像是他们最 这几年 这十年来做的最成功的 就是漫威系列 对 他们像是从大概十年前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推出钢铁人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掳获了很多人的心 然后接下来他们又推出了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 例如美国队长 无敌浩克 接下来他们再用复仇者联盟 把这些超音全部集合在一起 这件事情被大家认为最厉害一点是 假设你是钢铁人的粉丝的话 你不会因为这钢铁人电影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可能中隔了三年 你就这三年以后都没事做了 你在他的其他电影当中 你会发现钢铁人也去串场了 那边的故事跟自己的喜欢钢铁人也有一些关系 所以你也会去追 太厉害了 所以你的热度就一直不会消退 所以当这些热度累积了十年之后 才会在今年的《复仇者联盟》的第四集 创下了全球史上影史最高票房 很多年轻人都去看了 然后我没去看他们还说 你老了才不会去看了 真是气死人了 不过他们有很多公主系列 我觉得对小女生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忘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 对她就白雪公主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 每个小女生都想当很独立的Elsa 很有个性的 对不对 是的 这也是他们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公主其实是与时俱进的 会不断的反映时代女生想要变成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光公主系列 也有很多的女生 那么这个很疯狂的 不过我觉得他们怎么样塑造那个粉丝的经济 让粉丝愿意掏钱 我这年纪我还进电影院看那个Beauty and Beast 对然后我带白老汇我也去看这个 你就觉得很妙吧 他可以把这个舞台剧跟电影都 这个还有那个音乐都串在一起 这真是妙头了 这也就是粉丝经济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待会好好跟大家聊这一段好不好 而且你亲身去看 如果你去驻京的太空馆你会更爽 这也是这种体验经济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待会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 好我们跟远见杂志的主编 谢明玉来聊一聊 因为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迪士尼 就有个角色其实常伴你的 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小女生 很喜欢我们刚讲的Elsa 也是在我们那时候喜欢白雪公主 喜欢睡美人 我还特别喜欢看那个Beauty and Beast 就是美女野兽 电影好好看 茶杯该讲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玩 我还去看他的舞台剧 对他可以这样子串联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要创造一个粉丝经济 不是说用一个角色 然后就开始卖这个角色而已 卖完就没了 那他怎么把他这个串起来的呢 是的 我这次去采访迪士尼的时候 迪士尼的公司那边有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角色经济就是我做了一个可爱的IP 一个可爱的图像 然后做成产品 那大家买回家 他说买产品其实只是最后的一线 最后啊 对其实你要从最初 然后到买产品之间 有非常多细节跟流程 不断的累积跟经营粉丝 想要继续爱 想要继续买的心情 他举个例子 就像以美女野兽来说好了 他说美女野兽的开场 可能就是20年前的动画 那时候很多小女生或家长 都会喜欢这部动画 那当1992年这部动画出来之后 他们在一年半后 就推出了音乐剧 百老汇音乐剧 他们这个最大的意义是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在电影院里面 看着平面的美女野兽 然后听着这些声音 就一年半以后 他们就变成真人 变成立体的 走到你的面前 你就想想 哇 这个世界开始慢慢的成真了 然后在像是 大概三年前的时候 他们重制了这部动画 把它动画变成真人版 那让当年的粉丝 以及新的粉丝就发现 动画再度成真了 然后接下来 他们预计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 要在日本东京迪士尼开美女野兽园区 这时候就等于你不只看着以前的平面的动画 然后后来变成真人版 然后变成立体的音乐剧 你现在还可以直接走进美女野兽的世界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那个喜好跟体验感受是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加深 那你在每一次经历的时候 你都会想要留下一些什么的时候 以前可能就是买一个平面的贴纸啊 一个图样 那后来可能去听音乐剧以后 你就想要买CD了 等到你走到真的走到了园区之后 那你各种产品各种纪念品 就更当然更想要了 所以这是一种购买只是体验的最后一环 那在体验购买之前 你怎么来加深你对这个角色的喜好 对他的真实感受 其实才是迪士尼最在意的事情 所以你想想看 他经营这么多年历久不衰 刚刚讲过就是他有不断的与时俱进 该有IP的时候就发展这个IP 然后把这个角色都融合在一起 另外我觉得他为什么能够这么赚钱啊 他赚钱的因素也就是 他是一连串的一个计划 不是只有我创造一个角色 然后我就卖他而已 是的 好令人神奇的一件事情 是这是因为像是我们这次在采访 之前我做资料的时候 像是推出Hello Kitty的日本 三立欧 他之前就有报告说 其实一个人气角色的寿命 大概只有五年而已 所以迪士尼几乎是每隔两三年 可能三到五年的时候 他们就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新的变形 让一个原本的IP可以重新的转化 所以这样才能让一个IP与时俱进 并且热度始终不退 否则可能三五年之后 那IP的热度消失之后 你就必须还要再重新想办法推出新的了 这是迪士尼最厉害的一点 所以这也是可以让他的IP 可能经过了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都一样 让受大家欢迎 那刚刚我们讲过 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迪士尼的角色 然后我看到你们的照片 我也觉得很疯狂 就是有很多人去做一个角色的cosplay 是的 这次在迪士尼的这个 很多人耶 嘉年华会里面的时候 哇真是满坑满谷 大家都是穿搭着全套的各种角色服装 所以他们请来的吗 还是粉丝自己来的 这些全部都是粉丝自己主动扮演的 而且这些粉丝最厉害是 他们的精致的细节 投资非常的大 甚至有像我这次去碰到的 有Elsa的公主 他其实自己在IG上 有经营自己的部落粉丝团 那可能他的追踪人数就有十几万了 所以他其实他不是迪士尼的明星 可能他透过cosplay 他自己变成一种地下明星 也非常的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是这个吗 这位是钢铁人 那我之前看到的是包括了Elsa的 还有粉丝团这么多人 对 其实是非常的厉害 他们在现场的cosplay的配件跟精雕戏装 真的会让你觉得 就是真的明星走到你面前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他角色扮演 就是连一个素人 他都可以变成是一个超级大明星 所以他粉丝团的人数来讲 是的 而且迪士尼很聪明 是因为这个粉丝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已经大概有2009年 目前也十年了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粉丝的自发性参与 那迪士尼发现 其实粉丝这件事情好像可以经营 所以他们后来就在现场举办了 粉丝cosplay大会 那得奖的第一名的话 可以参加当地的游行 所以就变成一个素人 然后就透过迪士尼变成 暂时性的明星 那种尊荣感跟虚荣感 其实非常的开心 让人开心的 哇能够站上那个花车上 然后这么多人很开心看着他 是的 我觉得尊荣感这个很重要 那像在迪士尼他卖东西 他有卖限量的东西吗 是的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他们有特别设定了 限量最迷人嘛对不对 对不只是限量 而且是只有在那个会场当中 才能买到的商品 像是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商店 就是只卖会场限定商店 那个从开幕开始 大家是冲进去 然后排队 从一开场的时候 排队就只要两个小时 至少两三百个人 随时都在排队 要等着进场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看到cosplay成公主 cosplay成钢铁人 人在那边疯狂的抢东西 那也是给他们特别的一个尊容 限定你们有 对是只有去那边的铁粉 才能够买得到的 所以我们总的来看 我觉得迪士尼的一个发展 当然圈粉这个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然后它会让全世界都卖翻了 最重要是一种叫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也就是体验经济 有时候我们常讲 就是说经济的一个发展 不是只有我们用手去买 而是你眼球所看到的东西 现在是让你去做一个体验 是的 这是好迷人 迪士尼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以前可能很多 比如说我们想象中的IP经营 或者角色经营 就是我们买商品回家 那自己看了开心 他们现在是透过细节的 让这个东西变成真实化 让你拥有或者你进到园区 可能乐园区里面去体验那些设备的时候 你真的进入那个世界里面 我看到有一个那个 我好想去住 那个太空船 这个他们是在 我记得是在2022年的时候 他们会推出一个行展 迪士尼预计要推出一个新站的旅馆 然后这个旅馆 它就设计成你在登进去外太空的模式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 完全像是新站要登上太空船的一个检查窗口 那进去以后 由那边的人帮你办理check in之后 旅馆的大厅是 整个大厅四面都是玻璃 就是应该说是LED墙 让你可以看见外太空的世界 然后在大厅里面的餐厅里面 他们甚至还会特别安排演员 扮成外星人的样子 跟你一起吃饭 我们对面那个已经疯了 对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体验式经济 过去大家都会认为 我戴个眼镜嘛 是的 或是3D或4D嘛 对吧 椅子摇一摇嘛 风吹过来了 可是现在不是 我觉得看到最让人家惊喜的一点 就是那种沉浸式的 这样的体验式 就是你直接走进去 或你住进去 是 或者你进去以后 就等于你也在角色扮演成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对 然后呢 我看到你们的报道 有一个很有趣啊 就是说 你在太空喝的东西 当然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的奶昔嘛 是蓝色的 是 太空人嘛 当然喝不一样的 那可是要做蓝色也不难 可是你知道迪士尼 他们想的什么事情呢 要让他的这个宾客认为 什么让他们觉得最惊艳 你看 他们是想成这样耶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他特别的幸运 他又去这个加州的迪士尼 参加这个博览会啦 那么见证到迪士尼96年来 为什么会历久不衰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跟分析 他是远见杂志的主编谢明玉 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有在聊 我就说 我最想去的是他那个体验式的经济 后来他就走体验式经济 你就真的要做到外太星球去了 然后刚刚明玉还跟我讲说 你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个馆 旁边都还有外星人在吃饭 你看他做到这么极致 他是怎么样的做法 是他有特别强的眼 就是体验要让人觉得成真 细节非常重要 就像刚刚所说的 那个旁边有外星人这件事情 是他们接下来 在两年后要开的旅馆 他们是这样设定的 你在他们餐厅吃饭的时候 那个是星际大战的旅馆 你在吃饭的时候 在很多地方可能就是 把装潢装饰成 很像就好 对很像就好 他们可能在旁边设计的某一桌 是找他们的演员 扮成外星人的样子 所以你就等于在吃饭的时候 你会发现隔壁桌是外星人在吃饭 所以那种情境就是 你不只是到一个 看起来很像外星的餐厅 而是你好像真的就进入了外星世界 然后就会忍不住拿手机偷拍一下 真的 你超觉就非常兴奋 觉得哇 我真的已经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那个气氛的营造是非常厉害的 对 他们每个细节就考虑到 因为我看到你们报道的时候有讲 就是说他里面要做一杯蓝色的奶昔 这种蓝色其实是不奶 可是他说口味要让游客觉得很惊艳 就像他来到了太空中 你想想看 这怎么知道太空中是什么样的口味 可是他们就要去想办法了 那他们东西卖的也比别人贵 听说你也买了几颗手榴弹回来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的 这是他们美国加州迪士尼 新开的星际大战园区 那刚刚所提到那个蓝色的奶昔 其实就是在星战电影里面 天行者陆克在某个场里面喝的饮料 那为了开发那个产品他们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天啊 他们找了非常多的厂商来 除了把颜色调出来之外 他们最想要知道是口味要怎么样才能 既符合一般大众的口味 可是又充满了惊喜感 所以他们不断的调各种不管是坚果口味啦 花香口味啦 或者各种植物性的口味 然后最后他们调出来一种是结合了水果的野奶 再加上花香的味道 既让你觉得好像跟地球上喝到的饮料有一点类似 可是又好像不太一样 既充满了一种外太空的氛围 那像刚刚所提到的手榴弹的话 那其实是他们特别把星际大战园区里面卖的可口可乐 做成电影里面丽雅公主在某一个场景丢直的手榴弹 那个造型 那个圆形 然后是一个圆形的瓶子 上面像一个叉烧一样的瓶盖 那个瓶盖 你看到的时候 然后那个上面印的可口可乐文字 其实也不是英文 而是星际大战的太空文 做得非常的特别 所以它一罐可乐是外面市价大概的四倍左右 可是 也还是买啦 对看到的时候觉得怎么可以不买呢 因为它就是一个超级有趣 而且超级只有在那边 就是让你会在家里面 就像我把那罐可乐带回台湾 那拿在手上都会回想到 哇这个就是星际大战的现场 是这样的 我有朋友他们刚去那个哈利波特 然后他就也是 他说小孩一直要炒啊 一直要买那个魔法棒啊 他说很贵人耶 可是他一直要买 跟买回来不是放在那边 是的 那你说这个跟迪士尼有很大的差别吗 迪士尼他们做的更厉害的 就是连纪念品都帮你做成沉浸式的体验 像我这次去加州迪士尼的星际大战园 他们也有卖星际大战里面的光剑 光剑这个其实是已经很 到处都有的一种纪念品了 可是他们把它设计成自己来组装 自己来体验 所以那个组装光剑的过程是 你要先在外面集合 然后他们会带你进去一个昏暗的空间 那个昏暗空间就是电影里面 你要制作光剑的那个现场 然后又穿着星际服装的工作人员 带领大家挑选 他们会开始介绍有四种不同颜色的宝石 你想要哪一种原力 然后开始组装你想要的零件 然后最后把东西组装好 他们会放进一个管子里面 然后管子会转一圈 然后咔啦 然后你的光剑就亮起来了 然后全场每个人把光剑举到空中 然后由工作人员说 愿原力跟随你 就完全是电影里面的场景 你就觉得哇 你真的是走进星际大战里面了 那个满足感完全不一样 不只是一个满一个纪念品就回家这样子 而是你真的做了一个你自己的纪念品 你做了一个你自己的光剑 然后而且你拿到看着它发光 哦 这种感觉不一样 跟你去买一个魔法棒不一样 是的 它价格应该也不菲啊 对 它的价格其实还蛮贵 它价格要价将近两百美金 将近折合台币大概是六千块 非常的贵 可是其实在那边排队买的人超级多 所以你想想看 未来的一个时尚的一个风潮 就是走这种体验式的一个经济 是的 而且是在2020年 园区已经开幕了 所以像是光剑的购买那些 其实现在都可以玩到 那旅馆的部分是在 预计是在2020还是2022年之前会完成这样子 你看所有的纪念品 它全部都有一些特别制作跟实际参与 我看了你的报道 是的 因为像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星际大战里面的机器人 有一个圆形的可以在地上滚动 那个机器人是否有所印象 那个机器人其实在现场 你也可以自己组装自己要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零件 选择颜色 选择里面的配件 自己组装好之后 工作人把它放在一个机台上 然后要你按一个按键 你就看的那个箭头的光一个一个亮起 然后机器人就亮起来 然后机器人就会动了 所以然后那个机器人会动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操作它 命令它 然后它可以在地上走 你就觉得天哪 我自己做了一个 然后赋予那个机器人生命 他是把那种幻想变成是真实的 这真的是迪士尼最大的一个魅力 是 所以你在迪士尼里面 纪念品已经不只是纪念品 而是你体验的一环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纪念品跟你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以前我们只有3D的眼镜 然后椅子晃一晃 然后有一些喷水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 3D 4D了 可是现在几乎是你走进去 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当中了 然后可能你也是在角色当中 别人也是这样在看你的 是的 这就不只是你买一个纪念品 买一个东西走 所以这也是迪士尼的各种角色 各种IP之所以那么受大家的欢迎 而且历久不衰的原因 因为你不只是买过 而且你对它会真的产生生切的记忆跟感情 而且这个IP他们说迪士尼会这么赚钱 实在是它是一个IP的军火库 全买了 是的 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 迪士尼的IP好像以为就只有卡通而已 其实迪士尼对于IP阵性 他们非常仔细 而且认真的在经营 他们从原本的原创的动画之后 可能在2006年的时候收购了皮克斯 所以让他们有了电脑动画的部分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买下了漫威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钢铁人这些新角色 在2012年的时候 他们买下了拥有星际大战的卢卡斯影业 所以其实他们不只是有自己厉害的IP 他们还不断的收购新的IP 然后他们最厉害一点就是如同刚刚前面所说的 他们会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IP的各种产品或面貌 IP就是IP 大家把角色都把它活化立体化了 然后立体化之后再把它真实化了 所以他们的IP才能几乎所有的IP 到了迪士尼手上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不像有些IP可能被某些公司买走以后 你就发现它怎么就不见了就衰弱了 这是迪士尼最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那个粉丝的黏着度又很高 对不对 你刚刚讲200块美金6000块 也是这样子给它买下去了 手榴弹再贵4倍5倍你也给它带回来了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产品的设定上 其实也非常聪明 就是你可以有比较便宜的给儿童的给出街的 因为像去买200块的光剑的话 通常都是成年人在买 那是一个实现他们从小到大的梦想 对 是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设定 让不同年纪的人有不同年纪的回忆 跟不同年纪的不同性质的东西可以带走 可是像你这样讲之后 我们那个对面那已经坐不住了 他就很想要去住那个旅馆了 而且我觉得完蛋他还有小还蛮小的 他完全会让你掏钱于无形当中 你看他就觉得 迪士尼为什么会这么赚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是的 因为他让粉丝透过不同的模式始终对于这个IP都充满了新鲜感 所以你看以前我们以为说我们去迪士尼就是玩玩几个 那个很厉害的游戏而已 最重要的是迪士尼卖的是氛围 然后卖的是体验 对真的是体验 因为像我这一次去星期大战里面参加 玩了一个就是太空战舰一样的 就是你坐在位置上 然后你可以好像在4D影片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种游乐社在很多地方都有 可是迪士尼还会要求每一个座位上的人都有不同的角色跟功能 所以你是一个角色扮演 你再讲就会被打了 我跟你讲